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咽下去还有回甘的味道 您可能要问了 怎么是来自风南区的米饭就吐得不一般呢 因为做这碗米饭用的水稻是来自盐碱地 您没听错 就是那个几乎寸草不生的盐碱地 盐碱地长出水稻来 这还真是挺新鲜的 而且还这么香 怎么样马上跟着我们的素颜小分队 去河北省唐山市的丰南区 一探究竟吧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 位于河北省东部沿海平原 丰南区地处北纬39度黄金种植袋 水稻种植在这儿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这儿真能找到在盐碱地上种出的稻谷吗 我听说想要找到一个地方的特色美食 一定要到当地的早市上来看看 我现在就在河北省唐山市的一处早市上 这儿各种瓜果粮油 还有各类小吃应有尽有 我们这就去找一找 这儿有没有盐碱地大米呢 老板您好 咱们这儿有用米做的美食吗 这个都是 这是水沫炸糕 还有那个水沫的十形大麻团 这个看起来真的好香 而且这完全看不见有大米的形状了 好热乎啊 咱们这个用的是盐碱地大米吗 我们用的就是糯米 我们在这边来看一下 这不就是大米吗 老板咱们这个 这些是不是都是用米做的呀 对 我可以尝一下吗 可以 这个是啥呀 这是大米爆花 大米爆花 对 好的 谢谢 没事 特别脆 特别香特别脆 这个是叫啥呀 这大米球 这个感觉比这个还很香一些 嗯 它是裹了一点糖浆 都非常的香 对 这也特别脆 我想问一下 咱们这些用大米做的小吃 是用盐碱地大米做的吗 这是咱们本地的稻田大米 这个也是他们本地的一种用米做的小吃 叫做年糕 但是我刚才问了一下呀 这个好像是用糯米做的 然后他说也不是盐碱地大米 那这到底有没有用盐碱地大米做的美食呢 我们找个人去问一下 早市上 米做的小吃虽然种类繁多 可大多都是用糯米或者是普通稻田米制作的 并没有我们想找的盐碱地大米 我们找到一位卖粮食的商贩 他告诉我们 在丰南区的黑盐子镇 有一道特色美食 可能是用盐碱地大米做的 这儿呢就是他们当地人给我推荐的 有盐碱地大米的地方 我们这个去看一下 你好 老大娘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亲串 咱们这儿有一道做那种盐碱地大米的美食是吗 你说这是哈克米饭吗 盐碱地大米做的对吧 对 紫毛饭还有盐碱地大米 好的 那我点一份 毛汉是黑盐子镇最具特色的海产 据老板娘介绍 汉子米饭就是结合了当地的两大特色 毛汉跟盐碱地大米 几乎家家都会做 过去比少毛汉多 为了吃饱 黑盐子镇的渔民们才在米饭中加入毛汉一起焖 渐渐流传下来就成了地方特色美食 海鲜和粮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洗净后的毛汉冷水下锅 煮至开口即可捞起 去壳 剁碎 猪油下锅融化 放入大葱末爆香 加入白菜翻炒出水分 这道菜的重点就是调出酱香味 老抽 生抽 盐 鸡精 胡椒粉和蚝油 依次加入 翻炒均匀后倒入剁碎的毛汉 炒个30秒钟 让毛汉充分裹上酱料 水没过大米充分搅匀 烧开后转小火焖煮20分钟即可出锅 雪特鲜 风火焖煮20分钟即可 烤好烤好 酱料 海鲜 婉 梦 毫 有什么差别吗 一样啊 为啥就说它是盐碱地里边种出来的呢 盐碱地一般是指土壤里面所含的盐分 影响到作物正常生长的地 所以提到盐碱地 经常是跟寸草不生联系在一起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米长相和味道 都与普通大米没什么区别 它们真的会是来自盐碱地吗 盐碱地大米究竟是噱头 还是确有其事呢 我给你一个地址 你去这个盐碱地大米种植基地看一下 老板娘告诉我们 这几天盐碱地里的稻谷 正是收割的时候 可现在都已经入冬了 真的还有没收的稻谷吗 我们继续溯源 冬季里的稻田风收菜 热火朝天 盐碱地上到底如何种出大米来 根据饭店老板娘给的地址 探寻小分队驱车前往 盐碱地大米种植基地 可是一路上越来越不对劲 我怎么感觉这越开越不对劲啊 这成片的地这都是荒的呀 这也没有什么稻谷呀 我们要不停车下去看一下 哇你看 基本上寸草不生啊这是 它不光是荒着的 而且这地你看 它怎么白花花的呀 我们基本上可以看见 这现在眼前这一大片 它虽然有水啊 但是啥东西都没长 特别的荒这块 还有些贝类 贝壳 看着眼前一大片荒芜的土地 这应该就是盐碱地了 虽然能看见不少积水 但是一望无际的土地上 几乎没有一点有生命力的植物 土壤表面还泛着白霜 我带点水上去看一下 哦 你看这个水一下就流走了 然后它还那么的硬 土壤结块还不锁水 这样的土壤是否能耕种 我们都打个问号 真的能够种出水稻吗 我们也更加怀疑 当地人所说的盐碱地大米 是不是真的来自于这里了 探寻小分队跟着导航 继续向前行驶 渐渐地道路两侧的土地上 出现了大片芦苇丛 从寸草不生变成了杂草丛生 就这样行驶了半个小时 眼前的景象竟然再次发生变化 你看 外边这些大片 是不是就是那个稻子了 你看看那边 这个季节了 这么冷 居然还有这么大一片的 这个稻子 真是太震惊了 一路开车过来 不是荒芜的盐碱地 就是长满芦苇的荒地 这里竟然出现了近千亩的稻田 而且现在明明已经到了冬天了 依旧是一片金黄 稻田两侧的水渠边还有不少白灌 或驻足或偏偏而过 完全是一幅水草丰美的景象 你看这边的土踩起来 都跟那边盐碱地不一样 完全不像 这种盐碱地 稻子估计都有70厘米高吧 而且你看 这个稻碎 非常的大 特别的饱满 经过仔细观察 我们发现 这儿的土质非常肥沃 和我们之前见到的盐碱地 完全不一样 现在稻谷是找到了 可相隔这么近的两块地 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呢 你看 他们那儿还挺热闹的 你好 你们好 咱这么多人在这儿呢 你好 我想问一下 这个季节已经这么冷了 为啥咱们这儿还有这么多稻子没收 因为这是盐碱地 盐碱地的它的收长周期 要比较长一点 比这个普通的这个水稻 要长半个多月 所以咱们这个地就是盐碱地吗 货人家是盐碱地 同样是盐碱地 为啥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一片荒芜 而这里却长出了稻谷 一片水草丰美的景象呢 现在这个等装在发 马上我们就要比赛了 你们现在要割稻子 要割稻子比赛 咱们等了一年了 这马上到丰收了 咱们大丰收心情都非常好 割十分钟开谁割一度 谁割一度奖励是100斤大米 三二一开始 郑书记告诉我们 黑盐子镇的这片盐碱地 今年迎来了第一次盗谷的丰收 收割机已经收了一部分了 这块地 他们打算举办一个人工收割比赛 庆祝一下这来之不易的丰收 虽然已经入冬 也难挡老乡们的热情 一声令下 老乡们开启疯狂收割模式 动作迅速干劲十足 一旁的观众们也挥舞着手中的盗碎 为大伙加油鼓劲 时间刚过去一半 有两位老乡就遥遥领先了 另外三位老乡更是奋力追赶 不到最后一刻 谁也不知道花落谁家 看着老乡们搁得这么起劲 我们也忍不住上手试一下 那我先搁一个给您看一下 您看我这样对不对 这样一把抓住 然后这样搁是吗 这样不行 连到你要再这样平一点 稍微有一点角度就可以 如果角度过于大 你就容易伤到手 连到过顺着这个接杆往上来 你就把手伤到 横着不行吗 横着不行 但上来一点点 这样搁很费劲的 人你要需要猫很大的药 来 我给你示范一下 有一点角度都可以 明白 就这样一把抓住 然后稍微有点倾斜的角度 是 你的锅把这个角度给压着 甚至怕我太斜了 我换太斜了 我换太斜了 我把手换了 伤到手 刚刚看他们割这个稻子很简单 就是一下一下割得很快 但它其实还是很危险的 收稻谷看似简单 却藏着不少技巧 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好角度 不然很容易伤着手 此时稻田中的收割比赛 也接近尾声了 到底谁能夺得第一呢 还有十秒 还有最后的十秒 比赛结束 这个比赛结果 我觉得很显而易见 对吧 你看这边完全遥遥领先 这么长一节 来 正会先生第一 第一 我第一 开心吗 开心 非常开心 丰收了都得开心 是吧 本身老百姓不都是判丰收的吗 第二高招数 不像上下呀 对吧 我们严谨你啊 今天大丰收了 心得比较痛快 比较高兴 所以才割那么快 对对 割到比赛 暂时告一段落 但是严谨弟带给我们的惊喜 却是一波接着一波 现在还没有接受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去摸鱼 还有鱼呢 是 因为我们这块是 稻鱼中和重养示范区 这真有鱼吗 真有 一会咱们去看一下 我们观察了一下 稻田周边 确实是有不少水渠 这严谨地里不但能种稻子 还能养鱼吗 大树 这为啥水那么浅呀 拉伸的吧 拉伸的吧 把水抽出去了才捞鱼是吧 对啊 对啊 他妈的 天呐 这里边真有鱼啊 有鱼 有鱼 好多鱼在跳 这是什么鱼啊 大白脸 白脸 好大一条啊 我的天呐 所以我们一般在收稻子的时候 也会把鱼给收了 对对对 看来咱们这个地里边 不但能把水稻种得那么好 还把这个鱼养得 你看这么大一条 这还有蟹呢 它不会夹我吧 我问问你在这 在稻鱼综合重养模式中 水稻生长期间 稻田四周形成了水渠 可以养鱼虾蟹 既能实现生态循环 还能够延长产业链 经过一年的生长 水渠中的水产 也到了丰收时刻 可是话说回来 为啥这片盐碱地 土质发生了改变 还能实现稻鱼综合重养呢 一路开车过来 发现咱们这个地方 有那种寸草不生的那种盐碱地 还有这种长满芦苇的地 然后再到咱们这儿呢 它就是长满了这种稻子 就是为什么一路过来 变化那么大呢 这个寸草不生的地啊 就是属于重度盐碱地 然后长芦苇的呢 就是中度的盐碱地 在过去的时候 这些盐碱荒滩啊 有的老百姓 确实是种过玉米 但是玉米的产量 一直都不高 它是受盐碱的一些限制 这一大片的水稻地 是经过我们改良之后的 将过去的中度盐碱地 把它的盐碱度降低了 所以适合这个水稻的生长 它能够达到一个丰收的一个状态 正常情况下 盐碱地因为土壤板结 是不适合水稻生长的 但是经过改良 降低盐碱含量后 就是优质的水稻种植基地 盐碱地的改良 至少需要两年 第一年 把土壤伸翻30厘米左右 增强土壤的透气性 等到第二年 再进行第二次土壤伸翻 深度约为20厘米 然后晾晒一个半月后 需要及时引入淡水进行洗盐 中和土壤的酸碱度 经过这样两年的改良 土壤才能开始耕种 既然盐碱地改良起来如此麻烦 为何还要费劲 在盐碱地里种稻谷呢 唐山市盐碱地 主要位于离海绞尽区域 属于滨海盐碱地 土壤含锡量 为0.15到0.23毫克 每公斤左右 所以盐碱地上的农作物 一般呈负稀弱碱性 道米稀含量较高 目前 丰南区境内的盐碱地面积 有近16万亩 大部分都是海退后的荒地 如今 丰南区已经在盐碱地上 开发建设了高标准农田 11.4万亩 今年 黑盐子镇曾经的1700亩盐碱荒地 经过改良后 第一次实现了 鱼米双丰收 盐碱地种出水稻 真的实现了 可是让稻谷变成大米 又要经历怎样的变身呢 我们继续前往加工厂溯源 加工厂里奥秘多 大米上演变色剂 我们现在呢 已经到了盐碱地大米的加工厂 你说这么一粒小小的稻谷 它是怎么变成大米的呢 跟着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刚进入大米加工车间 眼前就是一个大机器 我们上前仔细观察 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你看这上面的米 它为啥是这种黄黄的呀 看一下下边这个 这个的颜色好像要比 那上面的要稍微淺一点 你看这儿有大米 这个米比前面白了很多 你看这个米好细致臭啊 我们平常吃到的大米 大多是白色的 加工厂里怎么还上演了一出变色剂呢 我们分别取了流水线上 不同颜色的大米 找到了大米加工厂的负责人 颜文青 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随着加工的工艺 一道一道地走顺下来的 你看这第一种就是原粮 就是稻谷 这第二碗呢就是糙米 把表面的稻壳去掉了 这外面黄黄的呢是糠末 这一碗就是培牙米 经过第一道粘米机 出来的就是培牙米 上面都有小小的黄色培牙 就是种子发芽的地方 这一碗就是摸米机出来以后 打掉培牙了 未经过处理的就是毛米 最后一碗呢经过色选抛光的 经过色选抛光后的精米 经营透亮 是最常见于我们餐桌上的大米 也是大米加工的最后一道工序 稻谷进入加工设备以后 主要经过了糙米 培牙米 毛米 精米 次次变化 为啥要加工这么多次 难道只是为了好看吗 这个大米啊 随着它的研磨越细 它的口感越好 但是营养成分呢 也相对有流失了 像这种体现膜的工序少的话 它的营养成分最多 无论膜的粗还是细 各个阶段的大米都能吃 也各有优点 盐碱地大米的生米 看似跟普通大米差别不大 内在却很不一般 一锅盐碱地大米下锅蒸熟 出锅后 米饭的清香随着热气 瞬间弥漫在整间屋子里 盐碱地大米蒸熟后 外表油亮有光泽 米粒非常有韧性耐嚼 吃到嘴里更是有回甘的感觉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丰南区海产丰富 再加上今年盐碱地里 鱼米的双丰收 今天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一道 特别的家庭版海鲜粥 现在海鲜粥是要准备 什么样的食材呢 有本地的虾干 还有本地的皮皮虾 我们盐碱地种的稻和蟹虾 因为是稻鱼双丰收 所以大厨对于海鲜粥的食材 略有改良 用和蟹和蝦来替换海蟹海虾 可无论是和鲜还是海鲜 欧洲浅都需要去壳 可眼前的皮皮虾 是出了名的南包 大厨有没有什么小窍门呢 这个是煮熟了的是吗 对 煮熟了 比起好薄一点 这个手都 我见我们在皮皮虾的脖子里一块 然后给它掰开 它的脖子是哪块啊 这里 我掰在这里 这儿是吧 掰在这里 对 左手按着它腹部 然后用右手一掰的 把这壳给它掰下来 然后掉过根 还是这样 摁住 把它掰开 然后就把它的背后的壳 就完整地取下来了是吗 对 腹部这块 要开下来 在边上这个也要开下来 这些它贴的就比较紧了 它不太好取 这是证明皮皮虾比较新鲜 是咸活的 它都会不好取 除了皮皮虾 海鲜粥里 还有一样众所周知的 好吃不好包的东西 那就是螃蟹 下面我们包蟹黄 就是在这个蟹里边取黄 对 对 这有技巧的 我教你啊 用左手这个摁住这块 摁住腿这块 右手螃蟹盖 往上去啃的 哦 哇 看见了吧 你看这个蟹黄真的非常的肥美 这就是咱们的稻田蟹 对 这是因为我们的水好 稻子好 里边呢 散养的野生的蟹苗 然后吃一些微生物啊 稻花啊 长得这么好 这么肥 然后呢 把这壳然后掰开 这边也掰开 用筷子 筷子 有一块不能吃的地方 哦 就是 就是把这个给摁住 然后把两边的黄给取下来 很大的一块 这是也不能吃 就是三个 对 把后边的后鳍 给它掰下来 掰开 用力掰开 往两边掰 对 往两边掰 我感觉我光掰这个螃蟹 我都看到有点口水了 还是很有食欲 对 因为好肥美啊 再准备好鲜虾仁和虾肝 煮海鲜粥的四样食材 就准备好了 海鲜粥喝的就是一个 食材的本味 所以熬粥的过程就比较简单 姜米煮至浓稠 就可以下各类海鲜了 而调味料 仅需要简单的盐和胡椒粉 就可以鲜味十足 在耕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对盐碱地进行改良 及综合应用 向盐碱地要产量 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具有重要的占领意义 随着科研工作者的不断努力 盐碱地上土货多呀 中水稻 养鱼养蟹 一派丰收景象 一天多用 一地双收 让盐碱地的价值 在不断提升 也让曾经的花变成金盘 好的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